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 這今年在終止的一軍第一場比賽 好,這個球砍一下 又快了 握手 傳... 一、二、一、三 這個球好像一開始拿得有點辛苦 對 林宜泉這一棒可能就是七下的關鍵 林宜泉打出線 好,現在變成一、二點下有跑者 而且球還漏了一下 繼續往三壘 然後神拳要上二壘 林宜泉儘管過去的速度不快 但是還是拚命上和二壘 一開始打向中外野之後 陳宗泉一直也就盯著中外野 是不是有一些穿過在裡面 然後這些球的點滴當下 沒有接得很乾淨 掉了一下之後 陳宗泉就決定就跑向三壘 你看一下中外野 看一下林志偉的一個守備 就這個時候 就掉了之後 對 也因為他掉了之後才起身 基本上傳球是沒有動力 所以陳宗泉這個判斷也非常的確實 這個球 這個球因為對方屈前 在另外野落地形成安打 現在先得到超前的第二分 這個就是百分之百屈前的一個 最有可能發生 就是擠壓到的一個小杯球 所以現在像這樣子 形成了一個落地安打 帶跑的陳盛平也上到了三壘 剛才神拳上二壘之後 已經被換掉 哇 看一下這個平高 擠壓到了陳宗泉的一個灰球 剛好就落在了整個大空檔 完全沒有 九棒的許哲彥 對方依舊是曲前防守 強迫的許哲彥的一個基本功 對 曲前防守結果他點球 強迫取分啊 傳向一壘 奧子但是第三分回來 哇 這個戰術是非常非常的大膽 對方已經曲前 但是我還是要點啊 我想最主要就是 今天肯特的一個扣球能力 是非常的穩定 所以強迫取分 基本上就是 球不會有太大的落差 所以這個時候下打一個強迫取分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一個戰術